头要说手是张红达 手是于飞之前呢 彩虹把电话打给张红达了 张红达呀 拿着电话这边一接上啊 趴着一接上 喂 郑跟于飞呀在这块干啥呢 郑跟于飞在这块吃火锅呢 正在这琢磨着说 你看以后他们要再来的情况怎么办 再来的情况怎么办 在这正商量对策 如果要组织报复咱们怎么办 说着说着趁他把电话就来了 趴着一接 喂 张红达 红哥 红哥你好啊 你他妈小胆挺大呀 你敢从老家找大手给我的兄弟打住恋了 你考虑个后果吗 你小他妈真是不怕死是吧 怎么的 你找的那会人一直在这边陪着你了是吧 他们应该不走吧 最好是让他们看着你啊 哪天你他妈出门啊 就是让他妈的这个钱子后把压死了 哪天吧 你的矿场也是让人给炸了 你可他妈别怨我 那 红哥 说你看你消消气 你消消气 我他妈怎么消气啊 给我七八个兄弟打纳币样怎么的 你这边没动静了 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呀 啊 他妈的 我兄弟手里边没理了 给你借俩钱你瞅瞅你这个不乐意见 今天推今天明天推明天的 我七八个兄弟让你打了 怎么办 那说吧 你看你看这么的吧 我要不然给你赔这钱赔这钱以后你别来了啊 你给我赔钱呢 你给我赔多钱呢我听得来 一人十万行吧我给拿七十万多钱 我给拿七十万 放你娘的狗屁 七十万够干啥的呀 打发要饭的呢 在这块啊 啊 我家的一条狗让你揍一顿 也对他们值七十万的你这么点 给我拿三百万 那 红哥 你这 你这有点明摆着 有点明摆着欺负我了吧 咱不是没找人 咱不是说没人踏着咱们 没人护着咱们 你这么明着来的情况下你感觉合适吗咱们呢 我就明着欺负你了 咱们的啊 我就明着欺负你了 咱们的啊 你他妈在场子里边等着我 我现在过去找你去啊 把这个钱呢给我准备好 听着吗 差一分钱我打断你的腿啊 你他妈等着我包括啊 你给那个叫什么飞的也说一声 你告诉他我彩虹现在就过去 他不是有枪吗 让他把那几把破枪给我抓好了啊 让他呢把那几把 哎破砍刀给我准备好 你看着我怎么把这帮人给你打跑他 你看着我怎么把这帮人给你收拾了他 三百万收一分钱啊 绝对是不行 你他妈挡着我 拿着电话啪的一撂下 撂下了电话之后 哎余飞当时这边一瞅他 咋的呢 那啥样呢 说这个 小飞啊 这那么彩虹要过来找我来 他怎么说的 我估计他应该会带很多的人 最起码他应该知道咱有三十多个了 他怎么那也得带一百人呢 说完这话以后啊 你看哎 彩虹啊 这个谁 余飞他哥几个在这坐着 带一百人没事 啊 带一百人没事 因为余飞领来的三十个人 可以说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是干将当中的干将 那是相当之牛逼了 兄弟们 把家伙事给我擦亮 啊 把这个子弹材的给我压满他 这要是来了以后就跟他干 这一仗下去 我告诉你 我能不能把你张红达立起来 咱就看着一哆嗦的 我要是能把这一百人给你打跑了 你放心 以后子定没人敢过来找咱们茬 但我要是让人给拿捏了 那个 你放心吧 你要是让人给拿捏了的情况下 我这边我想办法 行 你真不用多找这人了 不用多找人 好虎一只能拦路 耗的一群权威猫 上车里边 把我那个小铁盒给我拿过来 一说把小铁盒拿过来 哎 张红达呀 在这块 他妈猜一下呢 小铁盒里边有啥呀 小铁盒里边有啥呀 不一会儿的事件啊 一个小铁盒藏房型的 哎 往跟前趴着一放 这一掀开 让张红达 哎 让张红达打开眼界 人于飞玩那小东西吧 真他妈干净 哎 真藏 从里边当时拿起来了一个 里边呢 有个专门插了一个东西的手绢啊 卡卡卡在这藏 你说他就是一百人 二百人 我把这一盒六个扔他脚底下 他不也得跑吗 哎 他不也得像个傻逼一样东跑 中跑西藏吗 哎 我不得在后边绷着他 咱说句实话 我不得在后边绷着他 哎 像个SB一样吗 挡着他 你让他来就完了 我看看他能不能来多人 我于飞呀 在山东这几年没干别的 我他妈光打下了 一手胜多也好 是一手打多也好 你看看我怎么弄他 你看看我怎么运作就完事了 啊 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张红达仿佛这个心里边吧 就又有着内心了 那你看 时间这么一分一秒的过着 一分一秒的过着 那行 你于飞手里边有这种小香瓜 人家呢 人家也有 但是人家吧 玩的这个东西比你那个还先进 你这个东西小香瓜 杀伤力呢 直径是六米 这一抱砰的一下 杀伤力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哎 他里边是碎的蛋片 但是呢 彩虹玩的是啥呀 彩虹玩的是正儿八经的小炸药包 正儿八经的小TNT 那崩山用的那种 咱说别说人了 血肉之躯 就是一座山 哎 给这点东西吧 往底下这一埋 引爆光了一下 一座山都能给你崩了 你更何况是人了 哎 飞蛾没有料到这一点 也没有想到说 真有人敢拿着这个东西出来打架 彩虹呢 也没多带人 一共带了能有五十多个吧 彩虹开的是那个宾利 新款的那个宾利 领的后边基本上全是那个 哎 奔驰 老铁 你说 唐山那边有钱的是多 实话啊 有钱的深度啊 99年呢 能把宾利所整来 后边小兄弟跟班的都开着虎头奔 那是什么段位啊 一看着就是有钱的 一看着就是玩垄断的 一看着就是说在唐山大发行财的 一大帮人奔着这个生达矿场就过来了 于飞呢 当天晚上喝点酒 那喝的呢 绝对是不少 哎 你说在这个办公室里啊 和这帮人说吃着火锅 是不是 这喝着喝着 张宏达就把这个事忘了 喝点酒吧 他容易转移注意力啊 这边直接就说了 说那个没事 我估计彩虹应该不能来 是不是 因为这点事吧 彩虹亲自出面 我感觉都不太可能 刚一说完这个话 你就听着外边呜呜这家 全他妈进来 哎 而且是啥呀 连下车带骂人 一口一个翘里挖 一口一个张宏达给我滚出来 骂人就贼他妈 骂的贼脏 哎 骂人骂的特别的埋态 从车里边这一下来 五六十个嘛 基本上每个人手里边都拿着五连房 这一看就是干将 那往这个院里边一散 张宏达滚出来来 滚出来 朝着他的办公室里边光就一抢 哎 这边正吃着饭的 哎 我操 哎 玻璃茶的什么都整一身 于飞当时一瞅 这他妈是来的 于飞吧 就害怕他们过来打偷袭 于飞就害怕他们过来打突然袭击 所以 咋的 提前我要你就做好准备了 啊 没有喝太多的酒 如果说这要是喝麻烂的情况下 那这种场合不太合适 这要是喝的 他们往这一排的 连动态都不敢动态了 人他妈打我就像打自个小鸡子一样了 那能行吗 只要一喝多了 肯定误事 一误事 我指定打的 我连他妈还手都还不了 那你看这个时候啊 于飞呀 从他们凳子底下 把这玩意就淡出来 三十来号老弟啊 五连方趴着一整出来 嘎啵这一路上 兄弟们 拿着家伙事出去走 出去 张宏达啊 当时在这块 他喝的多 哎 一开始没事 那么彩虹来了 实在不行 我就跟他干 实在要不行的情况下 我就受他 我就拿捏他 刚他妈一说完这话 人他妈真来的时候 这小吓坏了 张宏达的一站起来 飞呀 没事吧 啊 来他妈这些人 真便给我把矿整黄了吗 哎 没事啊 啥事有我呢 你在办公室里面好做 剩下的事人家交给我 啊 于飞当时领着 他这三十来个兄弟就去了 人正中间啊 站着四五十号人 手里拿着五连方 后边小兄弟沉狂了 给这玩儿吧 往后肩膀上一扛 那个 滚出来 来来来来 张宏达 给我往外滚来 一说往外滚 张宏达没出来 于飞当时出来了 啊 带着三十来号兄弟呢 往他们跟前这一站 飞哥当时在这一抱抱 手里边卡着这个东西 啊 咋的 过来闹事来了 啊 下意识的于飞把自己的西服外套 往后边的一流 把两个挂在这块的小香瓜就给露出来了 彩虹当时一瞅 拿两个破生瓜蛋的 在这块吓唬谁呀 啊 你敢打呀 你是拿着这玩意 你是敢扔啊 兄弟 我告诉你啊 就你腰里边挂的这两个鸡巴丸 我说句实话 那都是小孩玩的 知道吗 那都是我多少年以前就不碰的东西了 还拿这玩意吓唬我 我让你看看我用啥 啊 别吓唬你 睁开你的眼睛 给我看好的 看看我这个东西行不行 听着了吗 拿着来来 这一说拿着来 后边啊 有个胸掉 手里边捧着一个大铁盒子 把这大铁盒子 啪子一展开 你怎么说让于飞看着这玩意的时候 给于飞也吓一跳 屋里的张弧达直接 小飞 小飞 于飞往后边那一吵 天梯 你是天梯 帮扇用的 不行啊 不行 那一是千万别冲动 这玩意 他妈要是扔脚底下呢 可真炒蛋了 你整个小香瓜吧 往脚底下一扔 可能说扫吧你点 没事 给你往身上喷点 那个小蛋片什么的 这个东西 要是往人群里边一扔 他要炸了 这东西是带气浪的 我说的对不对兄弟们 这个东西他带气浪 砰的一下子 你就离远点扫吧 上去砰 没有可能对 给你整个跟头 你觉得帮扇用的东西 怎么样 你这个东西跟我这玩意比 是不是就是他妈的 小孩玩 小孩玩具 而且啊 天梯是需要引爆的 这个东西在手里边拿着 没人敢冲他开枪 我说的是实话 不兄弟们 你要真朝他那小炸肉包上 你砰来一下的 有一个小火星子 给这玩意要是点刀他 我告诉你 这个场就没好 你血肉之躯的人 我说句实话 他妈的 你比这玩意还硬吗 好几百吨的大石头 给这玩意往这一放 砰的一下 给炸个稀巴拉 你能赶过这玩意吗 那 于飞当时里边一吵 行啊 我是有准备而来 那你更是有准备而来 然后 于飞当时往前面这一来就说了 你也别急着拿那玩意吓唬我 你也别拿那破玩意吓唬我 知道吗 你干啥来了 咱可以说 有事呢 咱们可以谈 咱们可以聊 没事的情况下 现在请你出去 哎 立马给我滚蛋 彩虹当时来到于飞跟前啊 他就张着手里拿些东西 我就端定你不敢打 来到于飞跟前 于飞当时在这瞅着他们 说吧 你想咋的 我不说了吗 给我拿几百万 我就走 我是过来啊 给我兄弟要医药费来了 对吧 首先第一点啊 我他妈听讲究 我可没报阿瑟 你们这边要是不讲究 要是说打完我不给我拿米 他妈不给我拿钱 你们就快了 啊兄弟 我还是那句话 朝着于飞这一块 我他妈还是那句话 唐山的水挺深 长不好啊 那我得他妈淹死你 知道吗 小逼听着给我拿钱 给什么人看场子不行 他们给他看场子 哎 瞧你妈的 瞧着于飞这块 汤汤就来两下 那你看啊 别人不敢打 于飞哪可敢打呀 朝着于飞肩膀这块 躺了好几下 怎么的 你他妈拿个小天梯 在这吓唬我 是吧 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啊 我今天就抱着 他们给你同归于尽的打算 我看看你麻不麻 我看看你怕不怕 啪就给你个大嘴巴 来 彩虹一米八五老天 三百来斤 飞鸽那轮圆了冲上 啪就一个嘴巴了 给这哥们兜的吧 俩眼睛直冒金星的 但这小的体格挺大 直接他妈给于飞 啪的一揪起来 给飞鸽揪成这 往地下挡着眼 掐 那两人在这直接干上了 他打了于飞好几拳 你看啊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咋的 这边的人没有动手 这边的人呢 也没有动手 但是于飞这边说 你看啊 有个小他妈挺聪明 捡起来于飞的小家伙事 朝着拿TNT那小的手腕子上 他也不知道打的准不准 朝那手腕子上 啪就来了一下 那闭眼睛往外放着枪 这哥们吧 拿TNT啪着一下 东西这一掉 于飞也吵 快点点 打他 于飞现在跟彩虹在地下已经咕噜起来了 飞哥后边这帮的兄弟也是真他妈敢干 往前面这一来 打他 得有将近小二十个兄弟们 手里边拿着五连子 当时就上 上去就先开了三四枪 彩虹这帮人呢 也不是吃素的 往前面一来 打他来 我告诉你啊 不是说飞哥这帮的兄弟不行 也不是说彩虹这帮兄弟们太猛 而是啥呀 两个人玩的不是一个专业 彩虹这帮人都是干啥的呀 都是抢矿的 飞哥这帮人是打架的 抢矿跟打架在本质上 有着区别 那你看三十多个打五十多个 既吃不着亏 但也占不着什么便宜 那这功劲的时候咋的 于飞和这个彩虹两人还在地下咕噜着呢 那飞哥这小子挺会的 一看给我摁地下了 他体格的大呀 一米八多三百来斤 那给我摁地下 我就没有说翻身的机会了 飞哥在这 他们跟他俩撕拔着 跟他俩撕拔着 一看自个兄弟也不吃啥亏 从他们兜里边 飞哥给卡黄蹬出来了 飞哥身上除了这个吧 还有卡黄 就使劲把这个手往后边塞 使劲把这个手往后边塞啊 给这小卡黄啪的一蹬出来 朝他腰眼上 啪啪就一倒 这哥们在地下就摁着余飞呢 这一松手 你看啊 这个地方挨了一刀 两手往这一护 脑袋往下面这一看 余飞 啪啪这一站起来 拿着卡黄 啪啪啪啪啪 朝着身上就挡了四五刀 直接挡了四五刀 啪啪 哎呀我操 小弟们快 你说快 好不容易给彩虹扎上了 飞哥给我 这边这一来啊 飞哥的小香瓜蛋子把在地上都他妈撞掉了 哎 你不敢扔 我他妈敢扔 你不敢扔 我敢 一看彩虹在这五个肩膀 五个胸口 哎我操 那刀子啥的都在上面插着呢 飞哥吧 从地下把这个小香瓜蛋子 啪这一捡起来 操 你妈 啪这一拉开 来 来 这边 啊 来 你挨个基本点 快 给这玩儿整走他 彩虹当时一瞅 你不能把这个天梯放这 这个东西吧 要是让这个小香瓜蛋子给绷上 我现在受伤了 我跑不快呀 对不对 这边这要是炸了的情况下 那不得给我绷死啊 有俩小兄弟啊 直接他妈往这个天梯 咔着一摆 这一搬出来 扭头往那个面包车上开始上 于飞这小子吧 也是真他妈生性 我告诉你 他朝着那个面包车就扔不起来 胆是真大 前脚刚把这一包折开 放在那个面包车的后备箱里边 飞哥当时一瞅 行 我今天飞得给你把这玩儿引爆了 不行 往那边一扔 你就看着啊 于飞的这个东西就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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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子刚把那玩儿放到车上 从后备箱里边 撑着一抱出来 撒呀就跑 飞哥当时 炸 光就这一声 那小子抱这玩儿在后边执他们 哎 执鼻眼睛在这块都 啪 来 一看行 给面包子炸了 没有说给那个 没有给这个天梯炸了 彩虹当时一瞅 你小子真他妈敢扔是吗 你小子真他妈敢扔是吗 于飞这边一站起来 手里边卡着五十四 当时兄弟给他了 往他们彩虹脑袋上帮着一扔他 好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再他们过来欺负他 我就得整死你 知道吧 今儿炸你几刀 今儿打你一枪 咱就先他们正地 知道吧 你要是再敢打张老板的主意 我告诉你 我就奔着死里边打你 听明白吗 啊 听没听明白 朝腿上当当就削了两枪 哎 飞蛾绝对够直 于飞啊 也绝对是够仓 那光光这几枪啊 就给他们于飞 哎 光光这几枪就给这哥几个赶着 给彩虹打完事之后呢 你看飞蛾现在狂成啥样啊 他得把你累那一套啊 哎 学会的 咋的 我得侮辱你 就走着走着 趴着一回头 一口大年谭就吐你脸上了 啊 一口大年谭就吐你脸上了 彩虹啊 也绝对是轻敌了 知道吧 哎 在这瞅着于飞 没办法 咱就身上挡了五六刀 你这边想西红枝呼呼 开始往外冒 哎 飞蛾这边呢 就不让你走 我就他们在这折磨着你 来吧 这帮兄弟都给我砍了 他来 都给我砍了 三十多人 打五十多个 哎 飞蛾愣是自个儿 一点亏也没吃 他这帮兄弟除了身上说挨两刀 哎 有得让那个千难吧 扫吧两下的 那基本上都能站着 那五十来个受伤受的老严重了 哎 给彩虹他妈打这了 给这五十来个兄弟啊 挨个的开了开皮 就给开皮的时候 专门有一帮兄弟 拿着五连的在那指示他们 你要是敢还手 你要是敢蹦的 我他妈指定干了 我他妈指定走 那你看 打完他们以后嘛 扭头 飞蛾就说了 张哥 你看这么整的情况下 行不行 行 啊 行 是飞啊 你太猛了 飞啊 你他妈简直太猛了 飞 说你要是不来的 行方向 我真是说一点安全感 也没有了 飞啊 这真好 说行了 差不多教育教育 他们就得了 那他们呢 挺坏的 我还怕他们呢 没憋啥好屁 那 说那个 放他们走吧 来 放他们走吧 行 那 行 那个 给他们放了吧 那 给他们放了吧 这一说给他们放了吧 好几个人给彩虹扶起来 彩虹当时在这块 我做 哎呀 在这瞅着于飞 于飞告诉他了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他妈给我听吧 以后要是再敢来这个地方闹事 我就整死你们 听着没 我就得整死你们 听没听着 听着了 听着了 滚 这一说滚 这帮人呢 哎 扭头的就走了 走完了以后 你看啊 彩虹当时琢磨 我就是轻敌了 哎 要不然我不能干不过你 啊 我车上这一坐 当时就说了 打电话 啊 打电话 让他们把铲车啥的都准备好 啊 等着这个于飞下山的时候 瞅准 哪个是他的车 那个绿色的灵智不肯定是他的车吗 哎 给我瞅准他 瞅准了以后 他下山的时候 就他们把车给我掀翻的 啊 只要把车一掀翻的 朝着车里边给我蹦两枪 打完就走 听着没 你放心吧 虹哥 走 他们先领我看病去 快 先领我看病去 这一说领我看病去 直接奔着他们医院里边的就去了 啊 因为你看 矿不都是在山上吗 你来回上下班啊 你就是上班的时候 你就上闪 下班的时候 你就下闪 他会有很多的盲区 大家会知道吗 啊 会有很多的盲区 找了几个大个 哎 挺他们狠啊 这几个人呢 也是专门说办事情用的 一共说能有五六个吧 五六个人呢 当时把这两台铲车 就埋伏到说下山往右边一拐 这个盲区这一块 只要于飞的灵智 你让上回大哥出去办事 对不对 你肯定是说 车打头啊 你肯定是灵智这个车打头吧 你肯定不能让于飞的车在最后边吧 只要绿色的灵智一来 你就给我掀翻他 掀翻他以后呢 你就拿着脑子给我往下压 知道啥意思吗 把于飞他们在里边 活活的给我压死的 然后有人问了 说别人要打我们怎么办呢 打你不会打他呀 打你不会打他呀 我给你们准备点人 知道吗 他们要是敢换手的情况下 我直接从他们工厂里边 出来几十个就跟他干 你记着啊 一定一定把这个叫于飞的 在里边给我摁死 一定把这个叫于飞的 给我干死他 说完事之后呢 那你看 彩虹又准备了几十号人 在三脚下就埋伏着了 我跟你明着干 我干不过你 我来阴那还不行吗 对不对 我暗杀还不行吗 我趁你不注意还不行吗 我让你他妈不知不觉的就没 那你看 当天晚上啊 于飞喝了点酒 这一看彻底的给这帮人打跑了 你差不多了吗 你也没找阿森 那当天晚上啊 于飞这一激动啊 就多喝了两杯 那这个张宏达呢 心里边也是听得劲 当场呢 也是拿出来了五十万 直接就放在于飞跟前 人直接就说了 说这个飞啊 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情况下 我还不知道得让他们欺负我多长时间 说那个 我啥也不说了 我啥也不说了 好兄弟 好哥们 拿这五十万 你这么点 找个好点的酒店 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 给兄弟们呢 也好好放松放松 晚失了以后啊 第二天你再来 行吗 你在这个地方啊 你多待一两天 你走了以后啊 要不然说你 我一点安全呢 也没有 于飞 当时一吵 没毛病啊 来来来 干了他来 干了他 这一说干了他 从桌上拿起来一杯酒 蹲着一下 飞哥又干了 这一杯酒下去 操大了 于飞当时觉得不行 给我闷这 怎么这口酒喝的 他妈的 哎呦 我操 怎么这口酒 他妈给我喝的 这么难受呢 不行 我回去了 我可能也是周车劳顿 哎 开车过来了以后 也没歇歇脚 直接跟他们打两张 我挺累的 我那个回去睡觉了 那我回去睡觉了 一说我回去睡觉了 张宏达说了 说那行吧 那飞那你回去吧 明天再早点来 那行 你去吧 去吧 去吧 哎 于飞呢 当时这边趴着一站起来 哎呦 走 走都走 走兄弟 把钱拿着走 哎 这一说走 于飞就说了 我不开车了 我不开车了 然后呢 那啥 早兄弟替我开 于飞一上车 坐副驾驶上了 有个哥们给飞哥开车 后边两台白色的本田 有着普桑什么的 从这个工厂里边出去了以后 直接奔着山下的就来了 那山下呢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可以往左转 可以往右转 于飞呢 你必须得往左转 往左转 从村里的公路出去 然后再上这个国道 那跑到市区里边 我开酒店 他我告诉你 现在在哪埋伏了呢 两台大产车 现在就在 你只要一下来 往右边一拐 道我是给你堵死的 你只要这边一过来 还有一个产车 给你把退后的路也堵死 三台产车 我给你们加中间 那我直接就给你于飞啊 把这个他们车掀翻的 那于飞当时一上副驾驶 直接就睡牢了 往这一躺啊 赶紧的来赶紧的 给我掌个酒店啥的 赶紧的赶紧的 飞哥当时吧 坐在副驾驶 就有点说啥了 无论次的 开车这小的吧 也喝了点酒 当年那种司机 你得流行啥呀 你不但是说得喝酒 而且还得喝多 你得替老板挡酒吧 喝完酒以后 你还得说咋的 安全的把老板送回去 在当年那个司机 很少有不喝酒的 是不是实话兄弟们 那这哥们吧 俩眼猪的也困痛红 大早上出来 一直到晚上 现在还没喝氧呢 还经历了两次打斗 这开车的时候吧 也是闭一会眼 睁开 闭一下 睁一下 闭一下 睁一下 实在困你受不了了 眼瞅着说 到下车这块 往右边这一来 往右边一来 倒是一闭眼 不行 彻底的受不了了 尤其啊 你从农村里边出去的时候 他农村里边没有路灯 一拐进来吧 就他们漆黑的一片 当时这哥们 啪的一阵 接着点酒 就是好学 他们要睡早 就说啥也睁不开眼了 就前面两台大产车 在前面呢 他愣是没看着 两台大产车 当时把远光 啪的一开开 一炒 副将士 于飞在这睡觉呢 开车司机 当时在这滚的灯壳 人直接拿对讲机 一讲 给他堵上 给他堵上 这一说给他堵上 后边的大产车 挖的往前面 这一上 两个大产车 乘倒三角形 给这大产子一抬起来 朝着于飞 这台灵智就过来了 灵智啊 老天 那玩意他提速快排量大呀 是不是 稍微一脚游 他一闭眼 闭了能有个五六秒钟 啪的一张眼 哎呀我操 他这一哎呀我操 飞蛾还在旁边 别急了 一惊一乍的 紧接着啊 你就看着那大产子 往你车底下 啪擦的一产 这边你就看着 往上这一拉 他不有挡杆吗 往上一拉 直接那大产子 撑着一下子就起来了 飞蛾在里边 啪的一阵 咱别说给那 那么大个灵智掀翻了 反正是啥 你看车不是在这块的吗 铲子伸着底下来了 往上这一抬 前骨子啪的一蹦 你等说这一下了 飞蛾这一醒 我操 从后边给这玩意掏出来 然后呢 那大脑子吧 直接来到你的副驾驶这块 就当这一声 飞蛾不正好在副驾驶里吗 给这车撞掉 啪的一下 给这车撞掉直掉个 脑袋直接就干墙上去了 人说的是啊 给他们急死嘛 飞蛾当时就感觉 自个儿得用泪巴刷子完了 疼痛无比 就这胳膊基本上是动不了了 而且啊 这大脑子朝着副驾驶门口那 光着一撞吧 给车撞了掉好几个个 脑袋把强着一撞 于飞这个脑袋当时坑到那了 有几个社会人 我说实话是开车系的安片带的 那他们都不系安片带 我说的对吧 于飞那脑袋 在里面磕了好几下子 多少沾点脑震荡了 然后就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疼 差气 于飞当时走 完了 我这泪巴扇子吧 应该是他们保不住了 但是这胳膊说啥也抬不起来 这个手他就想上后腰里边 去拿家伙事 但是你看 第二下子来了 三台挖掘机 三台大铲车 怼你一个灵智 还怼不了 大铲的直接是副驾驶 顶的包括屁股弹的 一块给你按 那边不就是墙吗 当给一下 飞哥这家伙事 刚要哪来 砰的一热 脑袋直接就撞那个哪了 直接撞那个A柱B柱上了 有人说司机现在干啥呢 司机现在正热的 司机已经是热了 司机已经是躺平了 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已经躺平了 就是暂时失去了心肺功能 大家会知道吧 于飞当时一瞅完了 自个人的灵智车 心不心疼 在学别说 人家大铲车 那大脑子 正往下摁的 现在就差这么一点 就能摁着于飞的脑袋 飞哥当时就 飞哥当时就使劲往下 使劲往下滑 就开始使劲往下滑 但是你明显能看上 大人 你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而且副驾驶啊 那个产车拿着大脑子 也在往里边推 也在往里边挤 后边那个呢 从车屁股后边开始挤 就在这这么挤 就在这这么挤 后边那几台车 就说啥也挤不来了 被你产车当外边了嘛 几十号人 从他们车里边 一下来在这干着急 在这块干凳眼 而且咋的 从旁边那个废品收购站里边 一下出来了好几十号人 蹭蹭蹭 全他们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吧 就是趁着于飞 他们这帮子兄弟不注意啊 真的 在这正马爪的飞个飞个 飞个飞个 全给打了 全他们给打身上了 反应不过来呀 反应不过来呀 人这几十人吧 就是打完了以后 挠完眼 人就跑了 铲车司机当时啊 就一个劲在这几鱼飞 一个劲在这几鱼飞 现在于飞在里边 已经是被挤成热了 就在那副驾驶 以及和那个手控箱 正中间 飞哥呢 他们体格的也大 哎 你要赶上 你要赶上我这小体格吧 可能说使劲往下缩一缩 我这一劲就躲过去了 那于飞呢 体格的大呀 那大光讨卧老铁 给挤压成那个 现在是腿腿伸不开 这边已经全部给你顶进来 现在和司机挨着呢 上面那个顶子啥的 使劲给你往下压 使劲给你往下压 那车啥的那A柱B柱啥的 全压断了 啪的一声 顶子就折了 飞哥就感觉有东西 压死个脑袋上 光的一下 于飞直接就昏迷了 这也要是 你自己摸铁会 傾手边